早安,今天是9月23日,星期五的早上 恆生指數今早,雖然隔夜美國道瓊斯指數升 不過今日恆子未能明顯受惠 始終是牛皮的格局代變 暫時恆子是23,800點左右的徘徊 藍籌股二十大成交額的股份當中有升有跌 未曾有一個明顯的大方向出現 不過留意,恆子之前回調到二十天線 就有一個明顯的支持,而且反彈 而二十天線已經向上 上移到23,440點左右 所以目前恆子向下大概只有三百多點左右的幅度 但要留意,內地的資金會否活躍 都是主宰舊市的方向 目前的看法,外圍方面除了股升 還有黃金持續連續第二天大成交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,我仍然覺得市場的氣氛 都是非常之放鬆 對於美國聯儲局加息的步伐 都是預期會慢的 因此我相信,港股在短暫的整固調整之後 其實後市向好的機會都是多 所以我建議大家,如果確認恆子 是不會跌穿二十天線的情況下 都可以開始關注一些有潛質的內險 內銀,甚至乎內房 輕車和豪島庫 這些五個板塊 是會我和大家去關注的地方